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很好的促进效果 祭天之后 妇人们就会过来挑选养女 前婆对她们进行了一番培训教导 教她们如何从穿着 以及言行举止方便 推遍谁个上流收回的千金大小姐 出于对肉食的关系 下口偷偷告诉她 不要吃那个维生素药片 这一次的药片换成了蓝色的 肉食想起下口说的话 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也是假装吞下了药片 吐在马桶冲走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吃过药片的妹子很快就浑睡过去 只有肉食和下口还是清醒的 在警卫进来的时候 两张家庄已经睡着 肉食和另外一个妹子 被留到了一间闺房里面 前婆在这儿一对老夫妇前来演过 交易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老头一直夸赞肉食的容貌 亮丽迷人 惹得一旁的老夫 有点吃素和不爽 最终选择了另外一个妹子 而辅当命大的肉食 得以安全地被送回宿舍 肉食这才值得 这些人是来买女的 而不是搞收养 从13岁开始 下口就一直没有吃过那个维生素 因为他发现自己房间的人出去活动时 其他房间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和声响 再看到白色的药片 被换成蓝色的 由此推断 应该是药片有问题 而这么多年来 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这些富人 购买的目的是什么 下口想要告诉其他妹子 药片有问题 却被肉食阻止 下口很告知肉食 之前有个警卫趁妹子睡着之后 警长会流进房间 占他们的便宜 下口计划搞到警卫的门槛 逃离这个鬼地方 这让肉食大为惊讶 一旁的妹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向前博举报肉食 结果肉食被管了警卑 前博和笑语朝延 共同管理着这间酒项 他们背后有大财团支持者 而这些金主们 想继续扩大规模 培养更多优质的妹子 没了久那个前猪手警卫 又流到房间 对着妹子就是一番抽水操作 下口趁其背后突袭 有个鹦鹉搞晕了他 拿到门槛 打算在这肉食一起溜走的时候 警卫醒过来拉响了警卑 结果下口也被管了警卑 不过好在当脑子挺灵光的 将那个门槛藏了起来 前博怀疑他很有作弯的同伙 借妹人站出来招人 就随机抓了一个妹子进行惩罚 只晚亲自为他们吃下药片 确保没人耍手段偷偷吐掉 而若是为了保持清醒 不断的残虐自己 最好意外找到了 下口藏起来的门槛 可惜没什么卵用 门槛已经被梗坏 不过若是也是脑子挺灵光的 用门槛搞开螺丝 直接让整个门槛卸了下来 接着找到前婆 给他打了一人正经计 很搞到他的门槛 救出了被绑的下颌 在另外一间房里 两人发现了之前被带走的妹子的尸体 而这些妹子的脸皮 都已经被人卸走 两人绝对一起拯救其他妹子 若是在门口望风等待 而下口就溜回房间 带其他人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 若是流到其他楼层查看 一份发现了这间学校的秘密 原来他们培养妹子的目的 是不是得找到最水内美白的脸皮 而这些脸皮 最终会搞将麦给一些老妇人 重新移植到他们脸上 或者第二槌 若是和夏侯带来前婆 向其他妹子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之后还发现 前婆也是一只脸皮的客户之一 也是众人将她锁了起来 在逃离的过程中 不小心触发了警报 若是和夏侯大战警卫 连手送她去了上帝那里 接着流到一间房里躲了起来 草野想说服若是乖乖出来 但若是已经不再想进她的鬼话 用到划伤了自己的嫩脸 就是毁掉的不给你 最后草野被威慕财团的人带走 而若是和夏侯 也被警察顺利解救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是想说 影片的主要亮点 集中在前半部分 选与十足的氛围 让人好奇心爆棚 后半的主要就慢慢垮掉 没有太多的惊喜和反转 女性对于老年化的恐惧 丈夫对妻子容貌年轻化的追求 以及追求人心自由的解放 都是影片在意识格局上 所要表达的主题